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3月12日,星期日,昨天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美国有一个硅谷的大银行倒闭了,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啊,这是与美国大量的印钱,以及一年之内连续不断的升息, 试图想收割全世界的韭菜,但是没想到首先是自己的银行倒下了,这是多米诺骨牌第一块倒下,后面还会有连串的反应,那么从昨天到今天我就在研究这件事情啊,那么也有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件事情啊,今天早晨我就发现凤凰网发表了一篇比较全面的一篇文章, 这里面列举了很多的数据啊,现在呢我就跟大家就这一篇文章来讨论一下啊,这里面没有说到的呢我会补充一下,这里面说的不清楚的呢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下,好现在我们就来看啊,那么这篇报道的题目呢是说,硅谷银行闪电破产,拜登不得不救市, 文章说呢,美国硅谷银行,这是这个银行的名字,它就叫硅谷银行啊,3月10日宣告倒闭,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破产的第二大银行,在爆雷之后的短短48小时就破产了,震动了全球, 虽然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出面接管,但是美国存款保险上限是每名储户25万元, 而硅谷银行呢,90%以上的存户是不受保护的,硅谷银行倒闭可能引发科技行业的大范围的倒闭和裁员浪潮, 因此,硅谷银行倒闭之后,美国总统拜登与加州州长纽瑟姆进行了交谈, 美国硅谷和金融界的人士呢,则公开呼吁政府介入,推动另一家银行收购硅谷银行, 而且最好在下周一之前达成,根据这第一段的文字呢,这里面的信息量呢,是相当大的啊, 就是说美国的硅谷银行,它倒闭,这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倒向啊, 它会带来多米诺骨牌倒闭的一个连锁反应,第一个反应呢,就是银行的用户的连锁不良反应, 就是银行的那些用户呢,也就是一些公司啊,它因为受了这个影响,它会裁员,它会倒闭, 另外呢,就是这个银行,它的那些个储蓄散户,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它有90%以上的储户呢,都是没有保险的啊, 而且呢,有保险的那些呢,只保到25万美元, 超过25万美元的呢,是不受保护的啊, 这里面呢,就包括很多的中国的那些富人, 其中呢,包括影视圈的那些明星们,那些挣到钱的明星们, 还包括中国企业界的那些大佬们, 我看到呢,有媒体点名的呢,就是说, 某团的老板,在美国的这个银行呢,存了数千万的美元, 另外呢,还有某多多的老板,在这个银行呢, 也存了超过千万以上的存款, 那么美国的保险呢,只保25万的, 超过25万的这些呢,就等于说的是呢,化作乌有了, 会用那些超过25万的,去赔偿那些低于25万的, 也就是说,中国的那些有钱人,在这存的那些钱呢, 都打了水漂了, 有的人可能说呢,活该倒霉, 谁让你在中国挣了钱了,打到美国去存呢, 这里面其实呢,有些人啊,也是无辜的, 他们呢,可能也没有太深的恶意, 也是被有些人呢,给他忽悠了, 那么像这样的银行,它是如何来忽悠别人的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 第一方面的内容就是, 48小时闪崩,硅谷银行死得不冤, 为什么说它死得不冤呢, 报道是这么说的, 硅谷银行是怎么破产的, 这里尽量的不带专业术语来讲个故事, 说疫情爆发以后呢, 美联储量化宽松, 拼命的印钱, 长期的维持超低的利率, 导致了美国初创企业吸引大量的风险投资, 硅谷银行存款也从2019年的671亿美元, 跃升到了2021年的1892亿美元, 那么这里面呢, 其中就包括中国的那些富人, 我觉得呢, 主要就是那些个富人, 他们呢, 可能几个人就能凑够一亿, 然后呢, 凤凰网说, 然而钱多了也很麻烦, 因为硅谷银行根本找不到那么多的需要贷款的人, 那么怎么办呢, 硅谷银行的短期存款利息是0.25%, 而当时美国长期国债的利息呢, 是百分之一点几啊, 只要把资金买入美国长期国债持有到期, 硅谷银行就可以躺赢, 就什么都不干, 就能赚到无风险的赤道利差, 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买卖, 对不对? 但是呢, 人算不如天算啊, 2022年的时候呢, 美联储就开启了40年来, 最激进的加息政策, 一年加息七次, 将基准利率呢, 提升到了4.5%, 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 各大企业呢, 纷纷都收缩过冬, 那么硅谷银行的活期存款的金额呢, 从2015年底的1259亿, 骤降到了2022年底的808亿美元, 一年流失了400亿美元的存款, 那么这里面呢, 我相信就不包括中国的那些富豪, 因为中国的那些富豪呢, 他们手里的钱拿到美国去存上的, 原因就是, 他就是不想存在中国的银行, 他就觉得中国的银行呢, 存款啊, 没有把握, 或者没有收益, 或者是怎么样的, 反正是, 他就相信美国的银行, 那么同时呢, 我还看到哈, 美国英文的那些报道里面就是说呢, 说这个硅谷银行啊, 他为了吸引这个储户, 他们制造了很多的金融产品, 金融产品就是那些一个基金呢, 基金都是一些组合性的, 这里面呢, 有高风险的股票, 低风险的股票, 还有呢, 如果这个基金啊, 是保险性比较大的, 比较保守的那种呢, 他里面还有美国的国债的成分会比较大一些, 那么他们这个银行呢, 你想想看啊, 有好多的销售人员, 来推销这些金融产品, 这里面肯定是有很多大量的中国人的工作人员啊,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特别善于到中国去拉那些富豪, 因为你拉到一个富豪, 比如说某团的那个老板, 或者某多多的那老板, 你拉到这一个, 你等于在美国拉多少个平民百姓啊, 你看不得等于是拉到像千万的老百姓, 加到一块也不顶着一个富豪, 你明白吗, 所以呢, 那些富豪呢, 就把钱啊, 就转到了美国, 有的人呢, 他心里面也不见得, 他就是恨国党啊, 他就是被那些个中介啊, 给忽悠了, 然后就把钱呢, 就搞到美国去, 那么在美国的有一些人呢, 闻到了味道, 听到了风声, 然后把自己的存款拿出来的时候, 或者是呢, 这里面描述的这样, 收缩过冬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呢, 那么中国的那些富豪呢, 就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 所以呢, 2021年的1259亿里面呢, 有中国的那些, 2022年底就变成了808亿呢, 这里面剩下的就是中国的那些富豪, 我告诉你吧, 这次呢, 割韭菜, 结结实实的割了中国富豪的韭菜, 然后凤凰网说了, 为了应对存款的流失, 硅谷银行只有卖国债一条路可选, 可是呢, 债券的价格跟利息是反向关联的, 举一个简化的例子, 利息1%的时候, 5年国债卖95元, 持有到期就整好100元, 利息4%的时候呢, 5年国债就只有80元, 这样持有到期才能有4%的利息, 由于美联储的加息, 硅谷银行如果要卖债券的话呢, 只能是亏损卖出, 在挤兑危机的压力之下, 硅谷银行日前不得不宣布, 出售其所有的210亿美元的可销售的债券, 遭受了18亿美元的亏损, 而这就等于将危机公开化了, 市场信心马上崩溃, 引发了新一波的存款提取潮, 直到最终破产, 这就是呢, 在前一天星期五的时候呢, 就他们银行呢, 宣布了一个消息啊, 就宣布了他们会售出210亿美元的可销售的证券, 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那个基金, 同时还宣布说呢, 他们这个银行啊, 亏损18亿美元, 那么为什么说48小时之内他就破产了呢? 是因为有一个资本管理公司哈, 他就通知他的这些个客户, 告诉他们说呢, 这个银行很麻烦, 有可能很快呢, 他就破产, 就会被美国的银行管理机构来冻结以及接管, 到那个时候, 那你的钱可拿不出来了, 而且你如果超过25万的话呢, 超过的部分, 你是绝对拿不出来了, 连保险都没有, 更何况呢, 有90%, 这篇文章说90%, 我看到英文里面说93%的那些用户呢, 都是没有保险的, 就让他们来取款, 这个是所谓的挤兑了, 那么这些大的用户呢, 就来取款, 我不知道这里面呢, 有没有中国的那些富豪收到通知, 我相信美国的那些销售人员哈, 在这个时候不会及时的通知中国的这些富豪, 这全都靠用户自己的领悟力了, 靠自己的敏锐的观察力了, 所谓的春江水暖压闲之, 就是水暖是压闲之, 水冷也是压闲之, 那么中国的那些呢, 根本就不是在水里的鸭子, 而是在陆地的鸭子, 而且是在地球那一端的陆地上的鸭子, 你想他们都不知道,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啊, 第二方面的内容说, 硅谷银行会成为新的雷曼吗? 说成立于1983年的硅谷银行, 是全美第16大银行, 也是加州的州立银行, 请注意啊, 你可能会在其他的地方看到说, 它是第18大银行, 但是我看到的多数的中文的媒体, 以及英文的媒体, 都说它是美国第16大银行, 第16大银行, 它也是加州的一个州立银行, 它虽然说是全美的第16大银行, 但是这些银行呢, 都是有地域性的, 我相信在加州, 因为它是加州的州立银行, 可能在加州, 尤其是在硅谷, 可能大家普遍使用的就是这家银行, 然后这个报道就说了, 如果单从资产和业务来看呢, 硅谷银行并不算特别大, 总资产为2000亿美元, 净资产就100多亿美元, 主要的业务呢, 是通过网上开展, 与其他的商业银行的业务关联度较低, 相比之下, 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雷曼兄弟公司, 当时是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 总资产接近7000亿美元, 而且雷曼兄弟公司有159年的历史, 跟各大银行之间的联系紧密, 其破产引发全球金融体系的连锁反应, 导致数百万人失业, 我看到很多的分析呢, 就是说呀, 这次的这个银行的倒闭, 和2008年的雷曼兄弟的那个倒闭呢, 它所引发的效果呢, 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银行呢, 它只是美国第16大的银行, 而雷曼兄弟呢, 它是美国第四大银行, 所以呢, 它是一家倒闭呢, 它不会带动其他银行的倒闭,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你得看它倒闭的原因是什么呀, 对不对, 导致这家银行倒闭的原因, 是美国先狂印钱, 然后提高利率, 那么其他的银行, 难道不会受这个的影响吗, 虽然我不懂金融, 但是我感觉到好像是这事儿, 不会是说就它一家这么简单, 我看到很多人都说呢, 这就是多米诺骨牌倒下了第一例,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篇文章说, 乍一看问题没那么大, 因此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十日的时候就表示, 美国银行系统仍然充满着任性,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硅谷银行作为创投圈内的龙头银行, 其对接全球600家风投机构, 120家私募股权机构, 在初创企业信贷市场占有率超过50%, 很多初创公司都在硅谷银行有资金, 此次暴雷事件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章,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 我看到很多中文的英文的媒体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呢, 都提到了这一点, 那么我们之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 美国的财长耶伦急活活的都急死了, 那个刘鹤到哪去开会, 他到哪去赌这个刘鹤, 就急于想到中国来访问, 想说服中国, 让中国帮助他们, 就可见呢, 就好像是春江水暖压先知, 他们都是这个河里面的鸭子, 他们可知道这个水温这个变化, 或者是呢, 这个水温的变化是他们造成的, 他们之前就知道其实, 那么2008年的时候, 中国帮助了美国, 这一次中国能帮助美国吗? 我就送美国三个字做梦吧, 现在都把中国伤成什么样了呀, 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习近平在这个两会期间啊, 前两天, 习近平第一次在全国性的这种会议上呢, 点名美国, 就是说习近平呢, 已经是让美国给整的呢, 是都要骂娘了, 中国还能来救你美国, 你等着吧, 就是习近平答应, 全国人民都不答应, 我老举那例子, 美国说呢, 美国85%的人不喜欢中国, 你去问问中国人, 有几个人喜欢你美国, 都不是喜欢不喜欢的事, 都讨厌死你美国了, 恨不得把你一脚踹走, 你能去外星的话, 最好离我们远点, 不想看到你呀, 然后这篇文章说呢, 虽然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已经接管, 但是根据相关规定, 美国存款保险上限是每户储户25万美元, 硅谷银行作为大量的初创企业的主要账户, 甚至唯一的银行账户, 绝大多数的存款金额远远超过25万美元, 监管文件显示, 硅谷银行在2022年底, 约有93%的存款, 不受存款保险的保护, 也就是说呢, 只有6%的存款得到保护, 至于其余的存款, 要么有一家其他银行出面收购, 硅谷银行承担其全部资产和债务责任, 要么就只能等到硅谷银行完成破产清算, 如果还有净资产, 再按照比例分给这些储户, 能兑付多少不好说, 什么时候能兑付也只能是听天有命, 那么这里面呢, 我刚才就说了哈, 到最后呢, 就按照他剩下来的这个资产呢, 就按比例来给大家承还, 那么最多最多能给你赔付的就是25万, 而中国那些富豪都是数千万上亿的这样的资金, 你说是不是赔大发了呢, 是不是都打了水漂了呢, 对于那个超千万上亿的那些富豪25万算个啥呀, 就纯粹是在这做了贡献了, 赔给别人嘛, 然后文章说呢, 想一想, 许多美国的科技初创公司, 突然间账上就只有25万美元的情况, 恐怕发工资都不够, 而美国大量的企业工资是一个月两次发放的, 企业无法在下周正常的发放薪水, 将涉嫌违法, 如果硅谷银行的存款无法迅速的恢复存取自由, 这将迫使加州大量的企业通过裁员来规避违法行为, 加上这段时间硅谷已经爆发了裁员潮, 这次只会是雪上加霜,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你那些企业哈, 我以前在加拿大的公司呢, 做过财务人员, 这个财务人员呢, 每一天你都要去一趟银行, 你知道吗, 就连这个金融活动哈, 是非常频繁的, 不过中国也是一样的啊, 企业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咱们绝大多数人呢, 他你不涉及到公司的金融财块的这块, 你不知道啊, 每一天你都要去这个银行, 那现在银行突然就关闭了, 对不对, 你这个公司呢, 根本就运转不了, 中国呢, 可能一个月发一次工资, 但是美国呢, 至少两周发一次工资, 有的还一周发一次工资, 那么你除了发工资以外呢, 你每一天的日常的这些, 要付账单呀什么的这些哈, 都要进行运转啊, 你一天你去不了银行, 你这个企业就没有办法运转了呀, 而你不发员工工资, 你这就是违法, 所以呢, 这些企业可能只能选择说, 现在我让员工回家吧, 我把员工遣散吧, 等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说了, 而这个问题呢, 你是看不到它解决的, 除非是有银行接手这个银行, 但是呢, 我看到英文的媒体报道呢, 到目前为止, 看不到有任何的一家的银行, 会出来接管这个硅谷银行, 那么这篇文章就接着说了, 裁员还只是开始, 美国银行破产清算耗时很久, 相当一部分大量的初创企业, 恐怕都不能熬到清算结束, 恐怕引发一轮破产潮了, 这是他的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 在他的这个散户当中, 在他的这个企业用户当中的影响, 说因此, 硅谷银行会否成为新的雷曼兄弟, 关键看后面几天, 如果走全面破产清算的道路, 将引发科技圈经济大地震, 乃至影响全球经济, 除非是有银行出来接手。 然后呢, 下一个话题是, 拜登会怎么做? 美国白宫发声明说, 硅谷银行倒闭以后, 美国总统拜登11日, 也就是昨天了, 就此事与加州州长纽瑟姆进行了交谈, 但是呢, 未公布更多的会谈细节, 笔者分析呢, 拜登大概率会推动硅谷银行的收购案了, 首先呢, 政治上加州不仅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 还是长期被民主党把控的深蓝州, 是民主党的最大的票仓, 拜登政府可以对淡红色的俄亥俄州发生的毒火车事故冷淡处理, 却不能怠慢自己的君主和票仓, 经济上呢, 加利福尼亚州美国最富裕的一个州, 加州呢, 经济出问题, 势必会引发美国经济更大的动荡, 乃至全球经济的动荡, 拜登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虽然说政府推动收购不符合美国所谓的自由市场精神, 但也是有先例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 美国监管部门史无前例的安排将濒临倒闭的贝尔斯登和美林, 分别出售给了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 当时这几家银行被定义为系统重要性银行, 但是不清楚硅谷银行是否也能得到同样的待遇, 彭博新闻社就报道说呢, 收购交易可能涉及到部分或整体出售硅谷银行金融集团, 目标是当地时间下周一达成, 就看明天了, 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美联储加息现两难, 更大的金融风暴即将来临吗? 通过收购, 硅谷银行引发的动荡或许能暂时控制, 但是更为致命的是硅谷银行破产或许只是美国经济连环爆雷的一个序幕, 根据媒体统计, 全美108家银行中10多家的银行在过去一年净息差售窄, 硅谷银行排在第11位, 也就是说呢, 至少还有10家银行面临着比硅谷银行更大的困境, 这也导致了美国各大区域性银行在周五均遭遇到了恐慌性的抛售, 和硅谷银行同样的总部位于加州的第一共和银行, 周五盘中一度下跌了50%, 客户合中银行盘中下跌超过20%, 那同时呢, 我还看到有报道说呢, 美国的好多的银行也出现了储户排队取款, 也就是挤兑的这种现象, 也就是说呢, 美国的这些储户呢, 现在引发了一个恐慌, 大家挣点钱不容易啊, 如果一下子就打了水片了, 这谁受得了啊, 对不对啊, 文章介绍说, 这里提一句, 去年巴菲特清仓了美国四大银行之一的富国银行, 结束了对其33年的长期投资, 从这一点上来看, 巴菲特还是厉害, 真是个老狐狸啊, 然后文章说, 此外呢, 硅谷银行倒闭被认为是美联储以40年来最激进的加息行动, 遏制通胀的最新后果, 加息一向是美国的大招, 通过加息不单可遏制通胀, 更重要的是要引发国际上金融动荡, 趁机弄垮几个国家的经济收割一轮, 比如我们最熟悉的亚洲金融危机, 一贯的美国呢, 收割全世界的韭菜, 没想到呢, 今年首先倒下的是他自己, 文章说, 如今美国加息七次通胀, 虽然有所下降, 但仍在高位, 国内经济反而出现问题, 硅谷银行破产只是一个前奏, 是美国加息还是停止加息陷入两难, 美国想顾忌重演, 利用金融打劫全球,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了, 好, 这就是这篇文章, 同时呢, 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啊, 昨天的时候我看到网友说, 哎呀, 听还没这声音啊, 现在就好多了, 基本上都恢复了啊, 祝贺祝贺, 也是, 我现在呢, 就是基本上那个恢复了, 但是呢, 我仍然有一个常症状, 而且是我在阳性的时候, 做没有的一个症状, 我现在呢, 每一天都吃那个肝草片, 如果我一不吃那个肝草片啊, 我这个嗓子往下啊, 一直到胸腔, 不到肺, 肺往上的这一块呢, 都是发肝痒痒的, 就有想咳嗽, 我阳性的时候都没有, 但是呢, 现在有这个症状, 非常的奇怪啊, 现在呢, 我看到加拿大的卫生部啊, 专门拨了一笔巨款, 对这个疫情的常症状进行研究,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个什么好消息呢, 我看到全世界各地, 包括咱们中国大陆啊, 中国香港啊, 都宣布说取消了这个口罩令, 哎, 我不确定大陆啊, 反正香港呢, 已经是宣布取消了口罩令, 还有东南亚也有好多国家, 好像包括新加坡, 都宣布说是取消了这个口罩令啊, 那么美国宣布说呢, 说疫情这种紧急状况将于5月11日结束, 就还有两个月就正式结束了, 那么报道说呢, 世卫组织也在考虑, 可能也会相应的宣布这个疫情结束, 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聊两方面的内容, 都是和美国有关的,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美国最近所推出来的说呢, 北溪管道被炸, 是亲屋团体进行到破坏的, 这件事情的后续啊, 那么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想跟大家聊一下啊, 就是美国人在墨西哥, 被绑架不应且被撕票这件事啊, 美国不干, 美国发誓呢, 要对墨西哥出兵啊, 这件事情呢, 还在发酵, 那么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就是亲屋团体破坏北溪的这件事情啊,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前一段时间一个月以前啊, 美国的一个调查记者, 叫西摩赫石, 他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 对吧, 他就公布了很多的细节, 就是美国是如何来计划, 协调, 实行这个北溪管道爆炸的这件事情啊, 那么之后呢, 美国其实呢, 对赫石的这个报告呢, 并没有表态, 并没有表态, 就是说呢, 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按说呢, 你是真的, 应该出来表态啊, 如果说不出来表态的话呢, 基本上人们就会认为, 美国就默认了他是真的, 那么最近呢, 美国就是说啊, 这事是亲屋团体干的, 那么并没有正面回应这个赫石的那个报告, 也就否认了赫石那个报告, 对不对, 现在就说呢, 和美国没关系, 和英国没关系, 是亲屋团体干的, 与乌克兰政府有没有关系啊, 不直接说, 那么首先呢, 他就是否认了赫石的那个报告, 但是呢, 如果赫石说的不是真的, 那就是赫石造谣污蔑了, 对不对, 因美国的脾气性格, 还不对赫石追究责任吗, 是不是, 可是呢, 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 对赫石追究责任呀, 那么围绕这件事情啊, 前两天呢,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刘欣, 采访了赫石,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赫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是怎么说的啊, 首先呢, 这件事呢, 是由环球网来进行报道的, 环球网是这么报道的, 说美国知名调查记者, 西摩赫石, 2月上旬披露自己的调查结果, 揭露北西管道是美国情报部门和美军秘密破坏的, 西方主流媒体对此却异常的沉默, 而在本月的7日呢, 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的泰晤时报, 以及德国的多家的媒体, 却突然集体抛出来了新的说法, 称一个亲乌克兰的团体, 制造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 面对西方媒体的所谓的鲜料啊, 赫石在接受总台CG体员主持人刘欣采访时表示, 西方媒体此时这样做呢, 就是为了转移视线, 乌方没有能力制造北溪爆炸事件, 好,这个采访过程呢是这样的啊, 刘欣问说, 您觉得不可能是一个亲乌克兰团体实施了这次爆炸袭击吗? 赫石说, 以我对乌克兰海军的有限了解啊, 他们的确有能力不设水雷,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是在看到这篇报道以后, 研究了一下乌克兰海军没有可用的潜水减压舱, 北溪管道一共有四条, 北溪一和北溪二各有两条, 为了让这些钢管不受海水中盐分的腐蚀, 这些钢管的外面呢都包裹着混凝土, 所以说执行任务的人必须既是潜水能手, 又是使用特别易报的C4塑料炸药的专家, 他们的行动需要非常的迅速, 要确保把炸药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以便引爆后能够摧毁管道, 他们还得花费数周乃至数月的时间, 在波罗的海的海域呢反复练习才行, 那刘欣说, 在这个时间点上, 美国政府和官员向纽约时报泄露情报, 您认为他们想传递什么信息呢? 赫石说, 他们是想要转移注意力了, 让人们忽略我那篇涵盖大量细节的报道, 我所描述的过程, 从2021年圣诞节前就开始了, 在白宫的一个秘密房间里面,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召集了好几次的会议, 我甚至知道具体是在哪个房间, 会上情报人员被要求就如何处置北西项目, 提出可逆和不可逆的两种方案, 可逆的方案就是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制裁, 不可逆的方案就是使用炸弹,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 他们真正想要的是炸掉北西管道, 拜登政府一直担心, 如果德国可以从俄罗斯那里购买到大量的低价的天然气, 美国就很难让德国疏远俄罗斯, 刘欣说, 您曾经表示拜登政府的这个计划很愚蠢, 您似乎多次质疑过他们的智商, 赫石说, 我不是在质疑他们的智商, 因为一个气球就取消反华行程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还有助理国务卿等等, 他们的智商都不低, 但是呢, 我认为他们的动机有问题, 他们是冷战斗士, 这让他们就做蠢事, 我觉得这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很愚蠢, 在世界上四处竖敌, 可以说美式霸权主义已经失效了, 我是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 就是刘欣对赫石这一次的采访, 环球时报的一个报道, 那么从这个报道里面呢, 我们看出来哈, 赫石呢, 对他自己的那个报告是坚信不移的, 因为呢, 那都是美国的那些官员给他透露的那些细节, 所有的细节他都知道, 像他在这个采访当中说的, 我甚至我都知道他们在哪一个房间里面, 谁坐在什么位置上, 说什么话, 这些我全都知道, 你有什么好抵赖的, 对吧, 现在又搞出了这么一个亲乌克兰团体的一个说法, 这就是转移视线, 好, 这就是这个赫石啊, 对美国抛出来的说亲乌克兰团体的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 那么关于美国抛出来的是亲乌克兰团体所干的这件事情, 俄罗斯是怎么看的呢, 那么在昨天啊, 当地事件昨天11号的时候呢,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也发表了他的看法, 拉夫罗夫说呢, 此前呀, 针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 西方媒体曾经表示啊, 只有国家级别的力量, 才有能力完成如此复杂的行动, 拉夫罗夫说呢, 所谓的亲乌克兰团体制造北溪管道爆炸的这个报道呢, 是轻率而且不成熟的, 是令人生疑的, 是没有意义的撒谎, 那么拉夫罗夫呢, 同时还表示说呢, 对于北溪管道被炸的这件事情, 俄罗斯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定会要求联合国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 同时呢, 关于这件事情, 俄罗斯还和德国丹麦瑞典这三个国家呢, 就进行了很多的沟通, 然后拉夫罗夫就说呢, 他们会通过他们在联合国的代表, 叫波利杨斯基阳, 向联合国来分享他们这些通信内容, 这些通信内容实际上直接就否认了, 美国的媒体所报道的, 所谓亲乌克兰团体的这个说法, 那么关于这个说法呢, 我看到今天, 乌克兰的外长也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接受了德国图片社的一个采访, 然后他就说呢, 他说这个所谓的亲乌克兰团体破坏, 北溪天然气管道的这个报道呢, 是这些媒体经过协调之后的一致行动, 是他们的一种舆论宣传, 乌克兰呢, 对这个舆论行动呢, 是非常的反感的, 为什么他们非常的反感呢, 因为他们抛出来这么一个理论哈, 他说时间长了以后呢, 人们不会记住说, 这些媒体抛出来了啊, 什么有什么几男几女啊, 怎么做呀, 这件事情, 他们不会对这个留下印象, 他们留下印象的是什么呢, 留下印象就是, 他们是一个亲乌克兰的团体, 这个事情跟乌克兰政府有关, 他说呢, 而实际上呢, 这件事情和乌克兰政府无干, 他说呢, 他希望和德国外长贝尔伯利, 还有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就这个问题进行会谈, 总之呢, 一句话, 就美国抛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亲乌克兰团体的, 这件事情啊, 他就是一个甩锅以及转移注意力的一个巨大的谎言, 他就是一个谎言, 就美国撒谎啊, 根本就不当回事, 他们想什么时候撒谎, 就什么时候撒谎, 他们想撒一个什么谎, 就撒一个什么谎, 那么这个谎言哈, 他这个从逻辑上来说, 根本就站不住脚, 根本就是呢, 但凡有点智商的人, 都不会相信, 都觉得非常的荒唐, 而且呢, 和之前的说法呢, 都互相矛盾, 自我打脸, 但是呢, 他们并不管, 他们根本就不管, 那么说到他们自我打脸呢, 这段时间以来哈, 他们就是总是在炒作说呢,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呢, 就是一个侵略的行为, 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侵略行为, 可是呢, 那你美国呢, 在你的历史上, 你也就是一共有几年的时间, 没有战争, 其他的时间, 每一年都有战争, 而且呢, 你都是跑到人家其他的国家去打仗, 那你那不是侵略呀, 你那不是侵略呀, 以各种的借口啊, 很显然呢, 对伊拉克呢, 拿一个洗衣粉的那个, 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笑柄了, 就连美国自己的总统川普都拿这事呢, 来取笑, 来打趣, 对不对, 可是美国呢, 真的是, 他们就不管, 就说跟他之前, 他的行为呢, 是相矛盾的, 你也放火, 他也点灯, 怎么你放火就行, 他点灯就不行呢, 对不对, 那他不管, 他甚至于现在呢, 在指责俄罗斯的同时呢, 美国呢, 最近在威胁墨西哥, 要对墨西哥动手, 要向墨西哥出兵, 这件事情呢, 现在又闹得沸沸扬扬, 很多时候呢, 一场战争啊, 就是因为一个小事儿而引起的, 那么最近呢, 就是有四名美国公民啊, 说是在去墨西哥寻求医疗服务的时候, 被墨西哥的贩毒集团绑架, 并且其中两人被杀害, 这件事情,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看起来呢, 是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呢, 认为那四个美国公民, 就是他们的一个目标, 后来呢, 就说是抓错了, 本来墨西哥要抓的四个人呢, 是海地公民, 结果抓错了, 抓了四个美国公民, 而这四个美国公民呢, 就是错了, 跟他们这个贩毒是没有关系的, 是到墨西哥去寻求这个医疗服务的啊, 那么前两天的时候, 我还说哈, 为什么到墨西哥去寻求医疗服务, 墨西哥的医疗服务是更优质一些吗, 对不对啊, 不是说美国的这个医疗是最先进的吗, 怎么到墨西哥去寻求医疗服务, 只能是有一个原因, 就是墨西哥医疗服务可能是比较便宜吧, 美国的穷人也挺多的, 现在呢, 我们就知道哈, 这四名美国人到墨西哥去寻求的医疗服务, 说是整容, 是整容, 这个其实也有点说不过去, 难道说墨西哥的整容服务更好一些吗, 对吧, 没有听说墨西哥的整容服务更好一些啊, 那么在美国整容难道说违法吗, 也不违法呀, 是吧, 那么难道墨西哥的整容便宜吗, 你都要整容了, 然后你还在乎这个价格吗, 整容这件事情就是可做可不做的啊, 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七条就七条在哪里呢, 为什么墨西哥的贩毒集团能够把这四个人啊, 去整容的这四个人给绑架了, 这四个人为什么要整容啊, 我倒觉得说呢, 是不是这四个人他本来他就是和这个贩毒有关的, 现在整容是不是要逃避这个法律的制裁啊, 是不是被通缉之类的, 然后所以要整容啊, 对吧, 这个呢, 咱们现在呢, 暂且不去追究他这件事情啊, 反正呢, 这四个美国公民呢, 其中有一个呢, 还被杀了, 那么美国啊, 就觉得就不干, 这面子上过不去啊, 自己人啊, 在墨西哥被人家杀了, 那么美国无论他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 美国他肯定是觉得说呢, 这就是对整个美国的一个侮辱, 那么有一些美国的议员, 请注意是有一些啊, 并不是说一个两个的啊, 美国的议员就扬言说呢, 要释放美国的愤怒和力量, 要授权美国的军队, 直接打击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啊, 同时还指责说呢, 墨西哥生产并且输出的那个芬太尼, 是美国这个毒品的来源地, 你看啊, 那么现在美国呢, 现在是不是就气势汹汹的说, 要对墨西哥就要出兵来, 现在呢, 他就找到了一个借口, 就是说呢, 去墨西哥, 打击墨西哥的贩毒集团, 那以前他对人家其他的国家出兵的那些啊, 全都是打击恐怖分子啊, 有大杀伤性武器啊, 现在呢, 要对人家墨西哥出兵呢, 说是打击贩毒集团呢, 说是墨西哥呢, 对美国输出芬太尼毒品啊, 这样的一些借口, 那么这样一来啊, 墨西哥的那个贩毒集团啊, 就吓得够呛, 这个墨西哥本国对他们的贩毒集团, 可能是打击不利啊, 但是美国军队如果一旦进入这个墨西哥国内来打击贩毒集团的话, 他们实行的可是宁肯错杀一千, 绝不放过一个啊, 对不对, 这贩毒集团肯定得被他们给剿灭, 所以那贩毒集团啊, 首先就认怂了啊, 贩毒集团呢, 他们啊, 在九号的时候啊, 就搞了五个人, 有五个人呢, 就让他们在那个大马路上啊, 脸朝下, 胳膊呢, 在背后被绑起来, 脸朝下, 就趴在这个马路上啊, 把这个衣服呢, 给他就是往上揉, 揉到那个脑袋上, 把脑袋给他包起来, 然后呢, 赤裸上身啊, 就跟那趴着啊, 说这五个人呢, 是他们这个贩毒集团啊, 向美国交出来的, 绑架撕票案的罪魁祸首, 就是向美国认罪啊, 啊, 我给你交出来了啊, 给你交出来了这个凶手, 不要到墨西哥来, 剿灭这个贩毒集团啊, 所以呢, 你看啊, 就还是美国厉害啊, 美国只要是你一下唬啊, 墨西哥的贩毒集团, 马上就怂了, 马上就怂了, 为什么呀, 因为美国是真干呢, 对不对, 谁是侵略者呀, 美国啊, 是不是啊, 在世界人民的心里面, 谁是侵略者, 说侵略就侵略呀,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是不是啊, 马上就交出来五个人, 但是, 今天我看到有报道啊, 那墨西哥的总统呢, 可不像这个贩毒集团啊, 墨西哥的总统就说了, 我们墨西哥是一个主权国家, 我们是一个自由的, 独立的主权国家, 对于贩毒集团呢, 那这些的管理,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美国你凭什么, 要说出兵就出兵, 说进入到墨西哥就进入到墨西哥, 就算是剿灭贩毒集团, 也轮不到你啊,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啊, 美国的这个参议院著名的议员, 格雷奥姆, 还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在这个记者会上说啊, 说我们将授权美国军方, 在墨西哥贩毒集团存在的, 任何的地方追捕他们, 不是要入侵墨西哥, 不是要击落墨西哥的飞机, 而是要摧毁毒害美国人的毒品实验室, 他说呢, 我们要准备通过一个立法, 将某些墨西哥贩毒集团, 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 并且未必要是使用武力做好准备, 我会告诉墨西哥政府, 如果你不清理你的问题, 我们将为你清理它们, 多么的厉害啊, 现在看来呢, 美国是非常幸运的, 美国的本土呢, 没有战火, 他到处到别的地方去挑起战火, 他自己没有战火,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北边是加拿大, 他的南边是墨西哥, 这两个国家对美国呢, 都是服服帖帖的, 现在看来呢, 因为这件事情啊, 这个墨西哥也不服服帖帖的, 我们看看美国还能够强硬下去吗, 有种你就打, 对不对,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观看